对待这种传染性很强 应该说死亡率很高 相对比起流感是高 十几二十倍 这样的情况的话 是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压制 把它压制到最少 不让它播散 再争取时间 一个是让它所谓的延缓 一些措施 让它患病少一点 随着各个国家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的话 我相信事业底应该是下来了